像陳金鋒跟他的兒子爬山 我怎麼知道陳金鋒又疼兒子 但是好像又很嚴厲 然後不知道怎麼表達 然後像那個志凱 對 我怎麼會知道那一天 突然之間現場有人在玩了起來 然後志凱就要跟大家一起玩 我怎麼會知道馮毅那天 然後跟他爸爸之間 要在當天創作一首歌 然後我不知道他會創作什麼內容 我也不知道 志凝跟他爸爸無勝 會彼此聊著那麼多學士淵博的事情 又偷偷表達著自己對父親的感受 所以一切都是不知道的 所以這次拍這個片 難忘的時間非常非常多 當時這樣的時光在做第一季的時候 原本那時候是也有問說 我要不要跟我爸爸 一起來成為拍攝的對象 但是我爸那時候的 臥病在床狀況不是很好 那我就覺得好像 我心裡面不忍心說 父親留在影像當中 最後的身形是這樣的 那時候婉拒 然後沒多久之後 我爸爸就過世了 那因為第一集獲得很多的迴響 現在要拍第二季 然後妹姐又再問說 那這次來拍你跟你兒子好不好 我想一想 好像是一個機緣 然後就答應了 然後我覺得很好玩 是在跟可上導演在拍攝 在訪談的過程當中 其實他問的是我和我兒子 但是我一直思索 是我和我父親之間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 好像有一些理不清楚的 這些父子當中 一些生命中對話的難題 就藉由這樣子的訪問 其實讓我強迫自己去面對 然後我覺得是很好的一個 自我心靈的一個整理 沒有那麼習慣就是 是有人來我們家裡面拍一天 不過也是蠻酷的啊 對啊 因為我大部分上鏡頭 都是去採訪啊 去電視節目啊 去表演什麼的 這算是一個蠻酷的體驗 像馮毅這樣子一個 非常特別有音樂才華的孩子 然後父母親有些時候 甚至不太知道 除了覺得要好好培養之外 其實也並不一定知道 到底要怎麼面對 那所以對父親來講 也有他的壓力 那對孩子來說也有他的壓力 那那天結束之後我覺得 我如果聽到剛剛馮毅說 好像相處起來有輕鬆一點 那我就很開心 對那天拍完之後 我覺得他們彼此之間是有一點點 就是有一點點壓力的 對很多父母可能都會遇到同樣的狀態 可上導演的這個創作的方式啊 就帶起了我們很多人心裡頭的一些 更多的一些思考 所以反倒是在那個拍攝的過程當中 我們自己是不是去呈現一個什麼 而是自己在感受很多東西 我這一次也是因為這個拍攝跟我爸 聊了非常多以前從來沒聊過的東西 喜發我這件事情還有支持我做這件事情的 張爸爸也在現場 很難得他第一次陪我出席在我的場合 那我記得 兩年前張爸爸有一次有一句話我記到現在 他說 在這個家我就是做好一個附近的角色 扛起這些責任 其實他可能忘記他講過這句話 可是到今天為止 我覺得因為這句話 所以我有想要把這個影片不斷持續的能夠做下去 也許他不是一個最商業的題材 但是我相信他的傳播可以慢慢慢慢的在這個社會裡頭 引起很多很好的回想 還有很多正面的價值 我很喜歡妹姐講的四個字叫做慢慢慢慢 對 對就是我會覺得要去 我第一次看到小孩子動畫的時候 然後我老實說心中有這種感覺 又有一個作品給小孩子看 然後就殺時間 我就可以做自己的事了 其實我面對所謂的兒童節目 概念一向就是 好讓那個小孩子有得看 接著我就實現跟他喘口氣 對但是我後來想想不太對 就是我看了小孩子的動畫之後覺得 不對這個也不是小孩子專屬看的 他其實是還蠻適合大人一起看 然後我從裡面明確的感覺到 就是沒有任何一個爸爸 知道怎麼做爸爸 我們永遠都在學自己的父親 但是我們又不像不想像我們的父親 然後我們想要當個好爸爸 就發現我們面對小孩只能用我們自己小時候來套用 但偏偏時代又變了他們又不是我們小時候 所以永遠都在一個陌生的過程中一直在學習 所以就是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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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像才越來越知道一些 好父子間婦女間母子母女間的相處知道 平凡的父親平凡的兒子 平凡的不知如何是好 或者平凡的知道想要更好 那我覺得這個都在那一兩天的相處裡面 我們盡可能的謝謝他們的展露 也謝謝他們的信任 對因此有這一個系列 所以謝謝 這是我一個在去年非常非常特別 而且珍貴的經驗 謝謝你的邀請 謝謝和尚導演 以及他的團隊記錄下了我和我的女兒 在她現在也就是她八歲的時間 最真實可貴的回憶 我現在都還可以想起那個時候 拍攝的時候跟她在一起 一起說笑一起煮菜一起挑戰 我非常感動 然後我相信我女兒再過個十年 不是二十年 她看到這個影片的時候 她應該會蠻快樂 這是我的私心 也就是我希望她怎麼回憶我 我剛剛有問她一下說 那個拍完之後 就是她爸爸和她 就她講得好輕描淡寫講了一個 話比較好更誠實吧 我看到其他其他的影片的那個震撼 我今天真的是有點 沒有意料到就是有哭的有點慘 因為每一段像一開始 陳俊鋒 她的這個影片 我就已經在那爬山那段就已經很感受到了 那如果真的要講說最後有一點爆哭 不太好意思就是馮 馮義其實是我關注她很久的一個音樂 音樂創作者 在看影片都在關注她吉他彈得多好 Euclid彈得多好 因為我自己也是彈吉他的人 可是今天完全不一樣的感受 因為就能夠去感受到說原來 這麼一個這麼厲害的音樂創作者 可是其實她的父子 生活還有那個情感 那個東西更重要 她成就了這個生命這樣 看這個 這個影片其實有點 對來說有點很刺濡的去面對 面對自己 然後去幫自己做角色分析 因為其實我自己本身也是導演 那在排練場是我去引導演員 怎麼去找到自己的角色 可是今天卻是一個導演來 引導我要怎麼去面對自己 然後我覺得很好玩是因為 在跟可唱導演在互動 在訪談的過程當中 你看她的眼神 那我覺得她的眼神 最好像是一面鏡子 她的每個問題都讓我很認真去問自己 就看她好像照鏡子一樣 樣子也有點像 然後真的很認真去整理自己的問題 然後看到最後面就是 淚流滿面 就是問我兒子說 你愛阿爸愛你叔叔愛這麼多 我兒子說愛這麼多 因為其實在 我們這一輩的男生 跟三輩的爸媽 怎麼可能講說 我愛你 不可能講的 那再來是我剛才提起 這跟我爸爸的關係 其實有一種疏離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在後面 我兒子說了這個話 用影像的方式 就是 記錄下來我覺得 好像 就真的 很感謝孟田 感謝這個可唱導演的 其實印象團隊 就是好像做了一個膠囊 把我跟我兒子 我們勇敢的 所愛 真的都 保存在這個實況膠囊裡面 所以我看到後面真的很 很感謝有這支影片的拍攝 很感謝有這支影片的拍攝 很感謝有這支影片的拍攝